你好,我是萧水 欢迎来到我的萧水讲透三国演义 咱们接着讲三国演义的文学技法 你可能还记得 在课程导论里我分析三国演义全书脉络的时候 把刘备去世后 诸葛亮通灵蜀汉的这一阶段 从第85回到104回 叫做诸葛亮开挂 熟悉历史的人都会知道 其实此时的形势对蜀汉政权非常不利 论天时,曹魏已经巩固 论地利,蜀汉北伐有秦岭的冲冲阻阁 在人和方面,蜀汉内部有魏延杨仪不和 马肃也和诸匠不和 更何况,距离诸侯陶董卓已经有39年 距离赤壁之战也已经20年 仗打了这么多年,人心思安 所以咱们实事求是的说 这仗打不赢 就算是诸葛亮也打不赢 但《三国演义》写诸葛亮一路开挂 把司马懿摁在地上摩擦 岂不是不顾事实的瞎编? 其实,这背后有文学创作本身的动力在 要知道,这是小说 甚至它的前身还是评书和戏剧 如果赵石写诸葛亮苦苦支撑 一败涂地 读者和观众恐怕越来越丧气 就看不下去了 一个以赵列纪汉为主题的历史小说 在刘备已死 蜀汉明明走向衰落的阶段 要把这故事坚持写完 而且既不能瞎给结局 还得写得引人入胜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作者动用了一个 文学创作常用的技巧 主角光环 给全书写出了最后的小高潮 这就是整整横跨 十二回的诸葛亮六出其山 什么叫主角光环? 就是把主角一次又一次 置于艰险的境地 却一次又一次让他逃出生天 获得胜利 故事主角在关键时刻 不但能顺利避险 甚至还能被命运垂青 有时候,就算情节不那么合理 但剧情的推进 却能满足观众和读者的期待 既然作者一路推动了 包流扁槽的主题 故事发展到这个阶段 观众自然会对蜀汉 有胜利的期望 接下来,咱们就具体看看 三国演义是怎么给 诸葛亮加戏 通过主角光环 推动情节发展的 首先,用熟悉加意外 牢牢控制故事节奏 这就是六出其山的由来 历史上诸葛亮只有四次北伐 而且并不是每次都去打其山 第二次是攻打陕西关中的陈仓 第四次则是屯兵关中武藏园 但小说写成了六出其山 我猜想,这源于说出一人 简化记忆点 铺陈故事 吸引观众的需求 普通老百姓 未必分得清山川地理 所以是用一个固定的地点 给人带来熟悉感 但每次出征又计谋贫出 带来意外感 这是抓住读者注意力的好办法 其次,小说大量虚构了 诸葛亮因计谋高超而齐开得胜 六出其山中 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是第一次 实际上,按照史料的说法 诸葛亮这一次毫无可圈可点之处 他占了先机 人数又多于对手 却因为不知道早去控制龙山要道 阻塞曹魏援军 又不能攻克齐山城 首尾狼狈 最后大败而回 这其实是诸葛亮第一次指挥大军团作战 很像是门外汉 最后他不得不自降三级 向上下级检讨 但到了小说这里 诸葛亮文武双全 料敌如神 长时间高机动性作战 虚虚实实 打得曹魏军完全丧失了战争主动权 正是因为带着主角光环 诸葛亮总能逢雄化吉 做着恨不得把兵书上的计策 一股脑袋都装备给了他 于是诸葛亮接连大姐 从赵云奉鸣关斩武将 智取三成 骂死亡朗 秦夏侯茂 到制收江维 大破西枪铁甲军 战败曹魏援军大嘟嘟曹真 打得对手此满意都卑躬蛇影 遇到什么都嘀咕 此莫非又是孔明遗迹 尤其是第九十三回的江波约归乡孔明 写得格外精彩 按照史料 江维是主动来投降诸葛亮的 演义完全是先义后阳 诸葛亮先是拼拼得胜 但是突然一次战斗实力 原来是敌方的部将江维 识破了诸葛亮的计谋 你看 对手很强大 针对这块难啃的骨头 诸葛亮用了引蛇出动之计 他先去攻击江维母亲所在的计城 调动江维离开天水城池源 随后又用反奸计 欺骗俘虏来的曹魏大将军夏侯茂 说江维写信来表示愿意投降 叫夏侯茂去联系 结果夏侯茂到了天水城 江维自己却带兵去救母亲了 于是这一边守城的长官 从夏侯茂那里听说江维要投降 那一边夜里诸葛亮又命令军队 冒充江维来攻城 等跟江维回奔天水城 守城长官说 此时江维来转我城门也 命令城上乱剑射下 此时江维人困马乏 无处可去 忽然一辆小车从山坡中转出来 就这样诸葛亮智取了江维 一番神操作 像猫猪老鼠一样 把江维耍得团团转 同期祁山地区的三个郡 按照史书也是因为蜀军人数众多 主动宣布投降蜀国的 但到了小说里 也都是诸葛亮用计拿下 作者的一次次华丽输送 使得一出祁山 完全摆脱了史书里的颓势 变得跟赤壁之战一样 成了三国演义里最重要的对战戏份 完美强化了诸葛亮 智谋超群的人设 但是小说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 按照史料记载 诸葛亮的这第一次北伐 确确实实是打败了 而且兵力损失极大 作者写诸葛亮一路高歌猛进 怎么都回一出七山失败的基本事实呢 作者有办法 那就是归咎于别人的失误或者意外 比如一出七山这个回合 就由马素来背锅 都是先方官马素自作聪明 在街庭做了错误决策 导致被断了水稻 蜀军丧失战斗力 作者还借诸葛亮之口定性 马素无知 坑县武军仪 大势去仪 也就是说 是马素导致了诸葛亮前功尽弃 所以责任不在诸葛亮 而在诸队友 而且即便是败 小说也让带着主角光环的诸葛亮 体面离场 甚至造就了一个传奇 这就是你非常熟悉的空城记 具体情节 相信你很熟悉 我就不赘述了 只是我要提醒你作者 安排他出场的时机 不但诸葛亮体面的离开 而且还把司马懿随后的追军 杀个大败 这真是通过虚构 来给诸葛亮晚尊的 后面的五四北伐也是如此 诸葛亮都是屡战屡胜 最后败退或撤走 都是某个意外 比如李延运良不济 甲传圣旨叫他回来 但回来时 诸葛亮还设服杀死敌将 比如有源自石料的 设服杀死张和和王霜 也有作者虚构的 诸葛亮用增兵剪造之计 吓得死马懿 连追都不敢追 诸葛亮简直成了战神 吊门起得这么高 蜀汉的失败该怎么收场呢 小说写诸葛亮在武藏园 突然得病身亡 无法继续匡扶汉事的大夜了 你看 这是把北伐的最终失败 归因于诸葛亮意外的 出师未捷 神仙死 而不是战略失误 或者彼此力量的消长 所以演艺上最后 给诸葛亮的暂施 是这么说的 孔明六出奇山前 愿以织守江天补 和其立数到此终 长星半夜落山雾 完全是一种宿命论的总结 这种写法 虽然同样是个失败的结局 却没有浇灭读者心中 巨大的期望 读故事的人都会设想 如果诸葛亮不死 蜀汉还有翻盘的希望 主角光环继续熠熠生辉 你可能觉得 这种给诸葛亮 拼命加息的写法太幼稚了 但我再次提醒你 三国演义是小说 而不是历史 记录历史 要尽可能追求真实 而文学创作有超现实性 它要带来读者预期的东西 而且很多人读小说 会把自己带入到主角中 这也含了突破现实 坚硬壁垒的心理需求 实际上 主角光环这一招 古今中外 屡试不爽 从《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 到动画片《海在网》里的陆飞 从阿加沙和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 到青少年当中大热的《哈里波特》 越是面向大众市场的通俗作品 《主角光环》就越给的毫无顾忌 敢于背离《主角光环》的 往往是严肃文学 孤独的努力 好 总结一下 《主角光环》是《三国演义》里 一种很外险的文学技法 诸葛亮因流被脱钩 而执掌了蜀汉军政大权 这个阶段的诸葛亮 就被小说作者赋予了《主角光环》 小说不仅比史料增加了北伐的次数 更是给诸葛亮增加了诸多计谋和战果 同时通过把失误归因于他人和意外 在注定失败的结局下 顽强地坚持了《昭烈记汉》的主题 也保证了《蜀汉一方》 始终符合读者的心理预期 给你留大思考题 你是如何看待小说创作里的主角光环的 这种创作技法对你有什么启发 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分享 下一讲我们聊聊《三国演义》里 人物关系的刻画 我们聊聊� Whisper 听话 好 误会